看到MOD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顺便讲一下MOD这个函数 MOD这个函数基本上就是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的数字 一个是除以多少 最后可以给你什么 这个结果是余数余多少 因为我要的是针对369 369的话基本上就是能够除以3的余数为0 这个规则如果为真的话 为true那就帮我做把它的颜色变成红色 这个动作帮我做完 OK 怎么做一一样怎么样 这个就可以把它删掉 其实这个主要是列词而已 一一请你把它选取 一样选取这个范围 这个选取动作只是说跟他讲说 请你针对这个范围帮我去做判断 如果那个条件发生的话 那就帮我做那个格式化的动作 逻辑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选范围 第二个的话设定格式化条新增规则 OK 规则的部分的话 一样只能够用公式来决定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OK 这边最后只能用最后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设定格式化用来用去 最厉害的还是这个 使用公式 这边指的公式其实就跟上面这个公式是相通的 也说如果有些东西你公式这边打不出来 你可以先在这边练习 练习完之后再把它放到这边来 其实是也OK 因为这个公式指的就是上面这个我们产生的公式 但是它这个缺点是说它不像说这边可以让你用 插入函数的方式帮你产生 而且上面也没有任何说明 所以你变成你要自己打上去 不能打错 那接下来的话 针对这个范围 我要什么条件 如果说它的乘数 假如说除以3的余数为0 意思是能够被3整除的话 那就帮我设定一个格式 什么格式呢 把它字的颜色变成红色 所以第一个 一样公式 第一个开头一定是当等于的意思 当什么条件呢 当那个条件MOD 钱瓜胡 把什么资料呢 把这个资料给它 所以这个资料 跟被乘数无关 主要是根据这个乘数部分 所以你就把乘数给它 那乘数部分的话 我们有哪些地方 应该是锁栏 那列的部分不能锁 跟刚刚一样 它才会往下 同一栏 往下 然后呢 做什么呢 如果当MOD把这个资料给它 逗点 后面加一个3 意思就是说 MOD 它除以3之后 后刮胡 结果等于多少 等于0的话 意思就是说 前面的乘数 X除以3之后 它的余数为0的话 这个就公式了 所以特别注意 当这个条件为真的时候 为True 那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格式设定为红色 按个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 那这样子按确定的话 应该就是 这边画变红色 6也变红色 因为6也整出了 9也变红色 OK 按确定看看 弄错了 为什么 因为刚刚 应该是字 所以没关系 有没有办法修改 管理规则一下 把这边点两下 怎么管理 因为刚刚做错的 没关系 把它改成什么 无色彩 字型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改成什么 红色字 这样才对 按确定 再确定一下 再套用或者确定一下 套用 套用OK 按确定就好了 所以刚刚如果做错的话 怎么办 没关系 你不用重做 不用说把它删除掉 你可以到哪里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的管理规则 然后把你刚刚做的那个动作 就这个MOD这个 点两下 或者编辑规则 它又帮你带出来 那你就可以再做修改 就可以符合我们要的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试一下 如果等一下可以同理可证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边的二 四 六 八 变成蓝色字的话 怎么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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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